今天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谈优异症 那我的内容其实是很多 不知道可以传达到多少 但是因为一谈课而已 我希望说尽量能够把我所知道的 觉得对各位用的上的部分 跟各位做介绍 那我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苦疾灭到的四个部分 那苦就是善知病状 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病苦 状态是什么 那第二个找到它的原因 叫善知病因 那了解了病因之后 我们才能够针对这样病因来做解决 那第三个部分 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够解决呢 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下 如果这个是可以治疗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心去做 那方法是什么呢 那是第四个道 善知良药方法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善知病状的部分呢 我又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呢 忧郁症的一个检查的标准 还有它造成的这个影响 好 每天会有一种心情的忧郁啦 或是对很多活动失去的兴趣 愉悦感会降低 体重呢明显的增加 或者是减少 食欲也是一样的 那有些人会失眠 睡不着 那有些呢 就是呢 会睡很多这样子 那么动作会比较激昂 或者是迟缓 上次 我们福祉文道基金会 办了一个 心灵教育 环境永续的讲座 那时候刚好 那宏兰博士 他有讲到这个症状 他说像那种 不吃不喝不动 那么地上有黄金不想减 这个叫做忧郁症 那如果之后 不吃不喝不动的话 那个叫大学生 那不是忧郁症 所以是地上有黄金 不想减 一百两黄金 那个才叫忧郁症 你知道吧 所以他不吃不喝 这个不一定是忧郁症 所以他对很多东西 都无精打采了 那么失去兴趣 而且对自己 感觉自己 完全没有价值 自己是很糟糕的 这种现象 那专注力会降低 做什么事情 犹豫不决 那甚至会反复 想到这个 自杀 死亡这件事情 甚至会做一些计划 那如果说 在两个礼拜内当中 有上诉 特别是一跟二这两项 其他再包含三项的话 那这个就属于 中度忧郁症的标准 那再来 就是它造成的影响 根据国建署的调查 我们台湾有 两百万人有忧郁症 那有一百二十万人 有中度忧郁症 那每二点五个小时 就一个自杀 等于说我们从这堂科 上课到下课 就有一个人自杀了 而且自杀人当中 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人 是因为忧郁症的缘故 可见呢 这个症状 对于我们造成的伤害影响 是很大的 那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世界卫生组织 它特别提到说 全球三亿人有忧郁症 而且经济的损失 有达到一万亿美元 那每四十秒 那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所以这被列为 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杀手 所以这样的课题 也其实很重要 所以郑路老师呢 在很多的场合呢 一直提到 希望能够对忧郁症呢 我们能够做出一些 对抗这个忧郁症的一些行为 实际上面呢 与其你得了忧郁症 再来治疗 倒不如先预防 预防忧郁症呢 可能会更好 所以希望在今天呢 诸位学的很多的内容呢 其实比较倾向于 预防这个忧郁症呢 里面的很多的很多的内容呢 实际上呢 诸位呢 平常在还没得忧郁症 如果你能够练习 就会养成精神免疫力了 你得忧郁症的几率 就会少很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散之病因 在经论当中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最主要的呢 有这四个 当然病有很多原因了 最主要这四个 第一个是四大不条 四大不条 我们人是由这个地水火风 所组成的 它平衡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很舒适 反之它如果不平衡的话呢 那就会生病了 那第二个是思路不正 就是我们想错了 思想在上面呢 不是很正确 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这部分 那第三个呢 就是树叶成熟 过去的叶 就是这个时候呢 赶果的 那第四个呢 这是鬼魅古毒 这是一般我们叫非人干扰等等的 好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四大不条 在戒经当中 特别是萨头部 萨头部这边有讲 失分率也有讲 其实基本上 大概呢 不同部的这个戒律里面 都会谈到这个内容 他提到说啊 有五种姻缘呢 我们心会狂乱 哪五种呢 就是失去亲人 或是失去你的钱财 那这个失去 还不一定会让你心狂乱 更重要是你失去之后呢 你心不会转 心呢一直直取啊 放不掉这种 所以这个 就属于刚刚讲思路不正的部分 那第三个叫四大不条 那第四个叫非人所脑 非人所脑就刚刚讲的 这个鬼魅古毒的部分 那第五个就是 树叶的这个 爆 爆印 就是赶果的意思了 那从四大不条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张图呢 上次那个林尚信医师 有特别提到这个 一般人的 就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叫神经传导物质 那思路不正的部分呢 我提出有两点 一个叫非理作意 因为非理作意 是让我们产生烦恼的主因 所以呢 这个如果能够改善的时候 那我们烦恼不生 忧郁症同样也不会生 因为它属于烦恼的范围内 好 所以 常师傅说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非理作意 那么所有快乐来自于如理作意 因为呢 我们要生起烦恼 一定要具备 三个条件 第一个要有境界 第二个呢 要有烦恼的种子 第三个呢 就是作意 但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内心里面的种子 有很多很多啦 那 你要勾出善的种子 还勾出烦恼的种子呢 关键就在作意上面 能够如理作意呢 就会勾出善的种子 那就产生呢 这个善心所 反之 如果非理作意的话呢 就会勾出烦恼的种子 就会产生呢 这些烦恼 所以呢 作意 很重要 如果你非理作意的话呢 就会 就是 种种的心理的疾病啦 烦恼就会产生 那 另外还有一个呢 它不属于烦恼的部分 我们叫 我爱止 我爱止 所以在入行论里面有提到 说呢 所有世间乐器从利他生 一切世间苦 咸有之历程 就所有的快乐 都是来自于利他的 反过来讲呢 所有的痛苦的 都来自于呢 以自我为中心 这样的一种心呢 所造成的 那一下修行七也提到 众过归于一 这个一呢 就是我爱止 诸位呢 其实你深细去观察 我们产生种种的过患 在入行论里面还要提到 世间诸灾害 不畏及痛苦 稀有我之身 有彼何所为 那么也是说 你看哦 比如说 我们去这个环境 现在整个地球的环境 被破坏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类呢 就是呢 放纵自己的欲望 予取予求的缘故 所以呢 才会造成这些 不管是温室效应啊 土石流等等的 再者你去看 我们为什么害怕呢 你注意去观察的时候 一定源自于 以自我为中心 或者是说 认为一个真实的这个我 当作出发 之后再衍生 种种的贪啊 撑啊 慢啊等等的 所以呢 仔细去观察 我们平常 为什么会痛苦 那么还 以至于痛苦 所衍生的 种种外在的 这个影响啊 实际上面呢 一定离不开啊 这个我爱之 所以所有的过失呢 都会归于 我爱之 等一下我们又 真的这个主题啊 在谈 怎么反过来 爱他之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树叶成熟 在广文里面提到 夏至啊 罗汉他的相续之苦 那其他的所有 逼迫所有的苦呢 全部都是我们 过去造的业 所感得的 不会有一个是 无因生的 或是不相顺的因 所生的 一定是有相顺的因 善业感的 乐果 恶业感的苦果 这个呢 是必然的 决定的关系 好 那么 第四个就是呢 我们所谓的 非人干扰 非人干扰 那还有一种 那个孤独啊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一种 我们叫病菌啊 或一种虫啊 在经里面叫虫 在经里面 他讲到一种 他说 一种叫闷虫啊 在我们的脉里面呢 也会让我们 产生心病了 所以非人干扰 或者是说这种 我们叫病菌 或者是这种 有害的这种虫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 也会引起 我们这些 相关的一些疾病 好 那 这个等一下 我们再分别 因为知道 它的病因 是什么之后呢 我们所用的方法 就针对这个病因 来治疗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呢 在做之前呢 灭的部分呢 要散之病育 就是呢 这个病啊 忧郁症 到底能不能治好 就是我请那个 那个 刘宜杰居士啊 帮我找一支资料啊 基本上呢 他说 80%以上啊 临床经验是可以治好的啦 因为这个资讯很重要哦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思考 做一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价值 比如说呢 你要榨油 你一定先知道说 芝麻跟花生油油 你去榨芝麻 榨花生 就会榨出芝麻油跟花生油 那就有意义的 你绝对不会拿石头来榨 对不对 因为石头不会榨出石油来的 所以你拿榨石头来榨的话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假设这个病呢 是没办法治的话呢 我想我们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在上面 可是呢 这个病呢 是可以治的 而且治愈力这么高 是一般的精神病当中 反而比较好治的 所以如果这么高机率 可以治好的话呢 我们配合上述的几个讲座 那几个方法 那今天就提供另外一种方法 我想治愈力会更高 好 那第四个呢 就是呢 膳脂量药 那么我们就针对 刚刚讲的病因 那再对症下药 这四种病因 那分别呢 有几种方法来对治它 好 第一个呢 四大不条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对治 好 那就四大不条的部分 属于我们 属于身体物质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就列了这个六点来谈 首先第一个是 药物的治疗 那药物治疗呢 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说 就西医的研究来讲 是因为神经传导物质 这边出了问题 那所以呢 它有这些抗忧郁性的药 那么清晨安定剂等等的 那这是属于 另外一个专业的 那我们今天呢 放在后面为重点 那第二个呢 是饮食抗育 就是呢 特别是血清素 多巴胺 还有正身伤线素 这些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 不包含杏仁壳 还刚刚这个神经传导物质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诸位可以吃像 这边所列的 虽然它还有别的啦 但是呢 毕竟我吃素的嘛 我最列素食的 好 就是含有那个 若安酸跟色安酸的食物 像花生啊 青豆 杏仁 蛋黄啦 香蕉里面的黑黑一点 有没有 那个燕麦乳酪这些 那还有就是说 像那个 维他命C也是 能够帮助我们 多巴胺的这个生长 所以这方面 诸位呢 其实 平常呢 在饮食上面呢 稍微注意一下 我相信对我们呢 对抗忧郁症 会有绝大的帮助 那还有研究 这种地中海型的 这个饮食方法 其实像讲白了 它就是多酥私菜 少吃肉就对了 你说 哎呀 法师 自己 反正一定讲这个嘛 但是不是 这是 这是人家 有研究过的 真的可以 降低这个 忧郁症的 总之呢 能够多出色彩 还有这边讲 Omega 3 好 这属于饮食的部分 那这个都不是 我们重点 好 第三个是运动 但是对某些人很重要 因为后面的部分呢 有些人一开始 是用不上的话 他吃药 让他运动 他反而比较容易上手 所以我这边 一并的做介绍 第三个是运动 那么就 他们有分几组来研究 其实呢 如果是 一开始呢 吃药的人呢 效果会很好 可是如果长期来讲的话呢 运动反而 对抗忧郁症的效果 会比吸药更好 因为运动会 提升脑部的血清素 还有这个减少压力荷蒙 还有这个分泌 脑内肥胎 还有这个 增加海满回的 这个脑细胞树 像这个 那同样运动 很多啦 他们推荐像 健走有没有 就快走 这个也是 游泳什么都可以的 那么这边呢 要推荐一个 因为 怎么讲 我们就一渐二股 忙拉渐四股 你既然在运动嘛 那么各式各样的运动 都可以 那这个运动呢 可以 刚刚讲的那些好处嘛 又可以 对峙我们刚刚 不是有一个叫 树叶成熟 有没有 好 叶感的 还可以加忏悔 所以又可以运动 又再忏悔呢 所以 推荐诸位用这个 大礼拜的方式 来做运动 好 师父真正想要 带给大家 就是此心不杀 长远的健康 但是呢 这种 说辞呢 一般人大概 接受度不高啦 所以我们就用 所谓的 有机 用健康的角度 来推广 那实际上呢 真正师父要带给大家 就是那个 磁心 这两个字 那同样的呢 我如果再叫一般人去说 你们要拜颤啊 大礼拜啊 那么大概 会拜的不多啦 所以我就必须要换一个方式 像他这种 有研究的 大家比较相信这个 经典他不一定会相信 就让他去 做这个大礼拜的伸展运动 那么其实呢 如果再能够再加上呢 面对了 我们念佛号啦 我们就是呢 牲口 一三方面 一起来礼拜的话 那效果会更好 再来是 接近大自然 晒太阳啊 还有或是做一些 我们叫农耕啊 这些呢 都会对于我们 幼稚症有帮助 那在室内的话呢 也同样的 比如说鲜花啦 那么有日光 新鲜的空气啦 那么这些呢 对幼稚症 都是有帮助的 像他们在 欧洲啊 他们研究 比如说他们冬天的时候呢 那个日照变得比较短 对不对 或一种季节性的忧郁症 所以呢 晒太阳呢 有日光 其实呢 对于我们心情 有这些的影响性 所以呢 常常要去外面晒太阳 去接近大自然 甚至去做农耕 做一做之后呢 精神就会好了 再来合理的起居 三餐要定时 如果你愿意吃两餐 当然更好了 那么也尽量不要熬夜 睡眠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适量的睡眠 你熬夜的话呢 其实你整个精神都不好 那我们身跟心 它会交互作用的 比如说你今天呢 心情不好 你会觉得身体 好像很沉重的感觉 反过来讲 你如果今天感冒的话 你会感觉自己心情不太好 所以身心 它会交互作用 所以呢 适当的睡眠呢 这个 还有饮食啊 那么对于我们身体 对我们心情呢 都会有影响 那么第六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 可能在 其他的没有谈 我们佛法里面才谈到的 用调气的方式 那么在 《圆绝经》啊 《道场修正仪》 其实在很多 在经典里面 这段文引了很多次 就是说呢 我们的丹田啊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啊 气啊 倒到丹田的话呢 其实我们四大 就能够慢慢慢慢 就会变得很柔顺 很柔顺 他这边讲的很重要啊 说因为四大不条的缘故会生病 那么四大不条很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心是往上升的时候 就会比如说 你有一个压力在 或最近有些事情 要忙的时候啊 或者是说 有些好的也会这样啦 像师父 他说他晚上不能听法 或者晚上听法 他那个气会往上走 知道吧 因为他听法 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因为非常用心的缘故 气往上走的时候 就没办法睡觉了 但师父比较特别 很多人你这听法 就会睡着了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气往上走的时候呢 对我们睡眠啊 会有影响的 所以要练习气往下沉 气沉丹田 特别是用 这边是用以易倒气的方式啊 导到你丹田那个位置 那这导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自然就可以了 自然呼吸 但注意力放在你的丹田就可以了 好 注意力呢 你可以试一下 你们现在就是坐着 对不对 好 你把注意力放在丹田那个位置 大概肚脊往下 四个指幅那个位置 好 那这是第一种是气 第二种开始要憋的 我们心是第一种 你现在呢 就注意你的吸气 吐气 但注意力都在丹田那个位置 你没有换你呢 所有的念头生起来的时候 都拉回你的丹田的位置 我们就说 好 那 我 回来 好 好 一般人呢 他在 特别是现代的人 要把心注意集中 越来越困难 你们练习 反正把气放在丹田 我还在教各位第二种 他是要憋气的 那他其实是有点复杂 我们就一般简单 易学的方式 你吸气的时候 吸起来 你吞口水 你吸气的时候 让气往下沉 在丹田的位置的时候 形成一个上半球 就你提缸 提缸就是缩缸 那么观想 其实从脚底的气往上收 一样在丹田的位置 形成一个下半球 它就变成一个球形 球形的气体 没有颜色 就丹田的位置 那你吸吞口水 气往下沉 提缸气往上提的时候 在丹田生成一个气球的时候 那你就那时候就憋着 憋着 那么憋到不行的时候 气再慢慢往上放 好 我讲 你跟着 吸气 吞口水 提缸 好 注意力就放在那个气球上 憋着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憋不住的时候呢 气再慢慢放 慢慢放 缓个一下之后 再吸气 吞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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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缸 憋着 那你慢慢憋不住的时候 气慢慢放 慢慢放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属于 用调气的 把我们四大呢 能够调允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平常 诸位呢 你每天练习个十分钟 十分钟啊 其实你就会感觉到 你身体那个差别 特别是如果说 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你就这样调一下 没几分钟啊 大概整个气 沉丹田的时候呢 就会 睡意就变得很好 有时候你真的睡不着了呢 不要 就 硬躺在床上啊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也睡不着 你就坐起来 坐在床上就坐起来 就刚刚这个方法 就把气往下调 调之后呢 调允了之后 渐渐渐渐的 睡意就会来了 好 这是属于 这个四大不调的 提供诸位的 六个方法 再来是思路不正 思路不正 好 那么思路不正呢 就必须用一些修法 那一般来讲 修法也不外乎两种 一种叫 专注式的一种观修 另外一种呢 叫分析式的观修 所有的佛法 一定可以设在 这两种修法 那么 基本上来讲呢 除了什么它呢 是以 专注式的这个观修为主 其他是为辅的 那 另外所有的法类呢 都是以分析式的观修为主的 那 专注修呢 是为辅的 那 我们在等一下的方法当中 也不外乎这两种 特别特别会重视 分析式的一种观修方法 那 这又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对自己 一个是 对别人 那对自己的部分呢 又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养成 积极乐观的思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呢 转化消极 那么负面的思路 所以 积极的能够培养起来 那消极能够转变过来 那我们思路就会震 那 对别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调好 我们也才能够帮当别人 我们 先 看到 这个 自己 应该怎么样养成呢 积极乐观的这个思路 提供了 七种方法 首先第一个 就是情绪的这个 觉察 第二个是祈祷发愿 第三个是观点升华 第四个心存感恩 第五个培养慈悲 第六个日行一散 第七个呢 定期做总结 好 首先呢 自我的觉察 一般人其实呢 对自我呢 其实都认识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现在要开始练习呢 从一开始无法觉察 比如说呢 明明就两个人在吵架 声音很大 其中一个说 我才没生气呢 他 他讲我很大声 在普京里面有公案呢 有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那外面呢 有人走过去 他想说 某某人啊 那脾气很糟糕 我脾气很糟糕 他就在房间啊 听到 听到他就很生气 就冲出去啊 就骂他 你乱讲 我哪有脾气很糟糕 你看他已经在现行当中 他自己还不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啊 我们都说我没有吵架 我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 好 那第一个是不能发觉 再来往下 就是呢 不能接纳 最后呢 你发觉 我可以接纳 我其实已经生气了 那么 更进一步的话呢 你能够去找到 我生气的理由 背后的认知 其实呢 在我们产生这种 生气的感受 或反应的时候呢 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 认知观点的 那这个认知观点 会决定我们那个是 感受是热受还是苦受 所以不是在境界本身 而是你那个认知呢 会决定啊 这一个 境界 对你来讲呢 是热受 还是苦受 对一个正在修人路的人来讲的话呢 今天有人骂他 他就很高兴 因为得到一个可以消业障 可以修人路的机会 那对一般来讲 他就会产生苦受 所以热受苦受 不在那件事情本身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批语 用这个批语啊 非常鲜活 在日本啊 有个节目 叫最恶心的事 那么这个 其中有一集啊 获得冠军的人 他怎么获得 他拿个杯子啊 就请现场的每一个人 来你们吐个口水 就批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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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现场每个人都吐口水 批语完之后呢 他就把它喝下去 这个机会喝水啊 好 你看哦 当我喝下去的时候呢 我还是喝水哦 你们想到那是口水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哇 超恶心 对不对 所以他得到第一名 那一集他得到冠军 他就把现场所有人的口水 再喝下去 但实际上 你把镜头换一下 把镜头换一下 我之前 他们台大有一个 法律师四年级同学 他来问我 因为他四年级 他考国考 要考律师嘛 是吧 考国考 他说他坐在电脑前面 要准备国考的时候 都不会滑到 要准备的科目 都会滑到那个韩剧去 滑到韩剧 之后就看韩剧 看好看 时间就过去了 他问我怎么办 好 怎么办 好 那么那个肯定 比国考更吸引他 那么韩剧呢 就是很多 俊男美女 对不对 如果他们两个 经过千辛万苦之后 有情人 终成眷属 就在镜头那个地方 两个热闻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 什么感觉 羡慕 浪漫 对不对 好 但实际上你把心静下来 想一想的时候 这个韩剧跟那个日本节目 他们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他们都在吃别人口水 是不是 好 都在吃口水 为什么一个很恶心 一个很浪漫呢 为什么 数量不同 数量不同 好 那你旁边一个就好了 旁边一个口水给你要不要 一个就好 数量一个 一个 专属性是吧 什么叫专属性 解释一下 哦 喜欢的人 你讲的重点 哦 喜欢的人 有专属的 所以数量是附带的啦 应该最主要是喜欢的人 对不对 你不喜欢的人 即使数量是一个 你也觉得很恶心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他 他的口水啊 就很好吃 是不是 所以 口水到底本身是恶心 还是浪漫呢 不在口水本身 对不对 在你的心 你的心 所以你的心怎么认知啊 就会决定 这个到底是苦受还是热受 这个放眼望去 所有境界都是一样 境界本身一定是中性的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你产生的苦受 或者是刚刚讲 忧郁啊 悲痛啊 等等的 这些啊 背后的认知 一定有问题 这才是我们今天 希望各位一起探讨 怎么把它转变的问题 就是你要探讨 这个感受 行为 背后的那个认知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 那么观察这个境 还有观察 外在环境也是 人跟外在环境 会交互影响 知道吧 今天中午 我跟那个执行长吃饭 他说 法师现在 研讨办很难带 以前很好带 现在都带不起来 他说 整个社会都在下滑 我问他什么原因 应该是滑手机吧 好 因为手机 三级产品的缘故吧 所以现在很难专注 也很难用功 所以呢 这个时代在变了 你不能用那个标准 其实这个很重要 对外在环境的 那个标准 也要改变一下 我们预课班 去当兵的时候 那么 都会 都是跟师父说 师父 我要当兵 师父有没有什么交代的 我以前当师父 四者的时候 发现师父给他们 标准是说 你去当兵的时候 一个当然放假 要回来 第二个 师父给他说 你们的标准 要放缓 标准要放缓 放缓 不是放烂 比如说 他在寺院里面 他过午不时 可到部队 要不要过午不时 不用 部队 部队怎么吃 你就怎么吃 知道吧 这是放缓 就在那个环境 不应该用 生团的标准来要求 用生团标准要求 你会做不到 做不到会变成怎么样呢 就像弹簧 越压越紧的话 会跳得 越 越夸张 是吧 所以呢 在那个当兵的环境 本来就不太适合 我们持戒的时候 所以师父教他们说 你们去的时候 标准可以放缓 知道吧 但是在寺院里面 就是寺院 我都规定怎么做 我们就应该怎么做 所以整个大环境 已经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现在呢 看到孩子 天天打电动 这样 就是叫见孩子 怎么样 这样 太早 太早 太早到现在不一样 太早 你不能用 以前你的标准来看 其实你以前 你也不说乖 说实在 其实那时候 没这么多东西 你没乖而已 真的真的 我当兵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有三个大专兵 港帝 我们那时候 哇 那个真的是 吵得变去 那个很不合理 学长学弟字很重 你看我去 报道的时候 叫我用挖跳的报道 整个黄埔大卫包都断掉 还叫我继续跳 跳上去说 我们这边 规矩很简单 就一条 就是不要让我看到你在闲 你知道这条规矩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叫你做戏的意思 所以学长看到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做事 知道吧 不能让我看到你在闲 你看这个规矩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 人跟人之间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互相要欺负 这样子 我们三个大专兵 我们都发愿 我们以后一定要改革 要人性化管理 等等等等 像我们拆的时候 都要站哨 晚哨都拆得站 老兵根本不站的 好 等到我们这是有权力的时候 那么我说我们要改革 以后平均轮流站 那时候因为我当长官了 所以我就可以轮到我当老大 所以我就说 然后改革 从我做起 我已经可以不用站晚哨 但是从我做起 我要站晚哨 你知道吗 反对声浪的最大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同梯的 以前不是说 要改革 人跟人 不要这样子相互对立 你知道讲一句话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福利 都被你取消了 你看 真的是 会变 所以有时候 我们对家人 其实他很要求 你看看大环境来讲 已经不像以前了 所以那个标准 就像师傅讲 要放款 不然你会气死 所以察觉 那我这边讲的写字记 很重要 一般人在正对境的时候 其实察觉力不强 你回去的时候 写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当时面对的时候 做什么反应 写知道吗 之后你可以再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你去探讨它 渐渐渐渐的 你都对自己越来越认识 甚至那个影响性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比如说你们有学佛的话 你会说如果是师傅会怎么做 那么我管会怎么说 所以你就用正确的来取代 每一次的结醒 就变成下次的前行 知道吧 所以练习写日记 来分析 让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好 觉察是第一步 你要改善觉察 先认识自己 你才谈得上改变 好 那第二个部分 是祈祷发愿 那这个不会演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从佛法的角度 佛法的角度 实际上面 诸位在世界卫生组织 他对于健康的定义 在1998年改写了这个定义 他加了两个字 一个叫变动性 一个叫灵性 所以等于说世界卫生组织 他都能够 从很多的资料当中 去 怎么讲 应该说总结出来 灵性对一个人的健康幸福 是占了重要的关键 虽然灵性不等于宗教 但是正向的灵性 一般来讲都会跟宗教 做一些结合 但是不一定是佛教 所以你可以对你自己 有信仰的主做祈求 所以有信仰的人 其实他比较不容易 得到这个忧郁症 因为他有一个依靠 好 那祈祷发愿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坐着 那坐着一样 先调习 先让自己心 趋于平缓 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 所谓无际的状态的时候 你如果现在在心思很乱的时候 很难的 那么所以要先从 恶的部分到无际 那之后才转成善的 好 那么之后呢 你问自己 我渴望什么 我自己渴望什么 我在追求什么 那么基本上来 不外乎离苦得乐 我想要离开痛苦 我想要得他快乐 好 之后呢 你再往下想 那么 我周围的亲友 我喜欢的人 他们在追求什么 他们想要什么 也是什么 离苦得乐 对不对 是离苦得乐 所以他们跟我一样 都想要离苦得乐 我们都在为这个努力 这时候呢 把你跟别人拉进来之后 你可以祈求 你自己相应的这个发愿文 比如说 如果一切友情 都能够聚乐极乐音 那该有多好 愿他们都能够聚乐极乐音 那祈求丧之三宝 加持令人如是 如果一切友情 都能够离苦及苦音 那该有多好 愿他们都能够离苦及苦音 祈求丧三宝 加持令人如是 如果一切友情 都能够不离无苦之乐 那该有多好 那么 祈求丧三宝 加持令人如是 那还知道说 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贪嗔的缘故 如果一切友情 都能够远离 爱无亲疏 住平等舍 那该有多好 愿他们都能够远离 爱无亲疏 住平等舍 你这样去发愿的时候 你内心里面 就会调到一个高度 知道吧 变成你一天的指引 那么在一天这个指引 去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容易升起 正向的一种心理 所以乘起的发愿 会影响我们一天 所以那个时候 在你心思 刚起床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分杂的时候 自己能够对于 自己的信仰的主 那么做祈求 做这个发愿 那么如果对于说 有些人来讲的话 他长远的话 还可以怎么样 设立目标 而且把大事换成小事 特别是 对已经开始心力低的 有忧郁倾向的人来 你可以给他所谓的 比较小的目标去完成 知道吧 就能力所及的事情 他把大目标 中目标 小目标 今天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最少他从一个小 能做到部分的 培养他的所谓的 自信心这样子 那再来呢 是观点的升华 那我这边用了五点 就是要用发现美的角度 从别人的角度 拉长时间的角度 从学习成长的角度 还有从佛菩萨 上帝的这个角度 因为呢 当你把这个各种角度 都能够看到的时候 你去观察 其实我们会生起负面情绪 一定有一个特色 已经从单向片段扭曲的角度 所以呢 透游学习佛法 我们可以用多面圆起的角度 来看事情 比如说从发现美的角度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印度求法的时候 那么我总是看到 有一些穿朱家服的 那个服装呢 不像北传的 不像南传的 不像藏传的 不像哪一传的 不知道 那常常看到他们 后来有一次呢 就有一个当地的法师 跟我说 老师 那些朱家人呢 都是假的 他说假的 他们就是要人家供养 都是假的 他这样跟我讲了之后 你知道吗 我会有一种 你看到那些人 就会内心怪怪的 对不对 我都是假的 骗钱的嘛 假的 怪怪的 那我就跟我旁边的法师说 那个当地的法师说 他们那都是假的出家人 你知道吗 我旁边的法师 他关公那边 做得超好的 他说 法师 你看 我们到哪边求法 他们都有 就是哪边有请法的机会 他们都会去这样子 他们去的都会 那个喇叭很大声 都会 那个声音都会传到 对不对 他们都得到传承 他跟我说 法师 他们这些人 身上传承比我们还多 我突然觉得好珍贵 对对 他们传承比我们还多 太殊胜了 你看他关公那边 做得多好 他们传承比我们还多 所以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传承很多 很殊胜 这从 发现美的角度 就像 说实在的 在座诸位 我相信 应该没有一个人 都没有缺点吧 你们在座有没有 谁都没有缺点 有没有 那么 都有缺点 对不对 那么我想在座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优点 对不对 对 那你希望别人看你的优点 还是希望别人批评你的缺点 别人 你希望别人批评你的缺点 还是希望别人看你的优点 看我的优点 自然而然 你希望别人欣赏我的优点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老是批评别人缺点呢 所以如果可以用 发现美的角度的话 不是说你是非不分 而是一件事情 怎么侧重的问题 知道吧 你都看得到 那侧重在哪里呢 很重要 所以有一次八观再见一个同学 他说 法师让我重来 我才不要结婚 我说 那我为什么当初要结婚 当初 当初我觉得我先生很有才华 我说你先生有什么才华 我先生啊 电灯坏了会修电灯 电视坏了会修电视 马桶坏了会修马桶 我说这样很好啊 所以我嫁给他很幸福啊 那为什么现在让你重来你才不想结婚呢 后来我发觉他不只会修理东西 他会修理人 好 当他把注意力放在修理人上面之后呢 他说 优优者不要了 但是他先生修理东西的才华在不在 还在啊 还在是吧 只是他现在侧重点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呢 你侧重哪边呢 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感受 为什么你不看好的那一面呢 所以这是练习的让我们看好的那一面 常常看坏的 这整个社会越来越糟糕了 所以以前真的想要结婚呢 都是天长地久 现在想要结婚都想到能撑多久 不太一样了 是吧 所以这个 这就是眼光角度的差别性了 你如果老是看缺点的话啦 那真的你过得肯定很痛苦的啦 好 那第二个呢 从别人的角度 别人角度 这个很重要 叫带很着想 从他的角度考虑事情 前几年呢 我在总统府这个 参加一个预伯法会 那因为和尚不在嘛 那我就要代表 代表的去 他给我一个很好位置 因为毕竟 不是因为我了不起啦 我实在一点都不像长老 但是因为我代表团体去嘛 他想说 你们是全台湾最大的比秀生团啊 这个 把你排到头巾头巾 问说你有红主衣吗 我说我怎么不在买红主衣啊 他说那没关系 我们借一套给你 黄海请红主衣 好 那我就穿了那一套 在台下 等一下 底下十万人哦 还有世界联播 欢迎珠山长老贵宾建厂 这样子 预伯法会嘛 应该认真原念佛功德啊 我都没在原念 为什么 他给我那套 海清跟那个红主衣啊 太短你知道吗 太短 我没得换啊 他只在那套借我 太短 所以说 珠山长老进场 我都没有原念 我只原念 不要踩到 不要踩到 你看 你看那个长老在上面翻跟斗 很难看的啊 所以说不要踩到 不要踩到 我只原念这个而已 所以我都没有认真在原念佛功德 下次呢 又一次呢 他们有一个活动 请我们去 和尚又不在 我又要代表去 他说我们借你借你 我说不不不 我自己买 我知道 以后参加他们活动 一定要穿红主衣 我赶紧买一套算了 我就去 我们那个云林啊 附近嘉义有一间 我去买 一娘 黄海青 三青 红主衣六青 怕死人 我感觉手夹 以前我们家鲨都是送的啊 所以我们 没有买过家鲨 我不知道美质 他就这样给我 你知道我出现 我不好自己杀架嘛 我不好去杀架 可是我又买不下去 九千块呢 我买不下去 后来想想 要练习 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 我想说 他这个衣服 平常也难得卖一套 你们会去买这个来穿吗 你们肯定不会的嘛 对不对 所以销售量很少的 我才去买一套而已啊 所以他公司也要生活等等的 想想想 对啊 他这样子 我卖一套 这个价格合理合理 后来我就很甘愿 就把它买下来 所以呢 从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的话 其实呢 真的不需要心情不愉快啦 那么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从 时间拉长的角度 时间拉长的角度 真的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啊 把注意力放在眼前 当下这一刻的时候啊 就会啊 就像绿豆塞在眼睛里面 你把绿豆塞在瞳孔前面 什么都看不过 你把绿豆拉长来看的话 就是个芝麻绿豆 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 我们这辈子也是经历过 很多很多的一些压力苦难啊 现在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所以啊 今年的大事啊 明年也是小事啊 今生的大事啊 来生这是故事而已 所以你认真把时间拉长 真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去年一样 去年我们这个流言事件嘛 那一个看到我 福字 那些男人都没有用的 听一个女人的 我心里说你都不听你妈妈的 听女人就没有用 这什么话 没有逻辑啊 这个不重点 重点是后面他讲一句话 那个绿豆 我就走过去哦 那个绿豆 跟白痴一样 这样说给我听 很大声啊 旁边还有人在听 我是不是白痴 我自己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 他下辈子一定是个白痴 不是我厉害 因为我是个剧界的比丘 那我是去立业门啊 他又很强的称心 能够倒下来 也是人在做白痴 所以呢 当我这样想一想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用生气 你知道吗 郑路老师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用 他说啊 这事实上啊 没有真正的坏人 只有无知的人 你觉得他坏 他可恶的话 什么心情 生气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他可怜的话 悲心 对不对 你从眼前 你当家是被他骂 可是你知道他遭到厌 他以后一定会堕落 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实际上 说实在的 你就会觉得很悲悯他 悲悯他 你就不会生气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把时间拉长来看 或是这个妈妈 过几天你也忘了了 说实在的 好 那第四个呢 学习的成长角度 这个很重要 你们去观察 我们这辈子呢 实际上进步最多的时候 跨大步的时候 通常这什么时候 压力大的时候是吧 或是苦的时候是吧 你们什么时候会去佛堂 祈求的时候 都是什么时候 都是有苦的时候 过得爽爽的时候 根本不会想到三宝的啦 是不是 所以苦的时候反而是让你会 皈依三宝 不是吗 让你跟佛不撒线连起来啊 因为苦压力 所以你才会进步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如果主办单位 要我来这边给我压力 我才不会整理这些内容 来跟大家上课 知道吧 这个内容我整理很久 因为他给我压力 所以呢 真的有压力啊 你才会有进步啦 所以把它变成一种 美丽的压力 从学习的角度 这件事情过后 我可以学到什么 当你不用都过后 你先慢慢练到 因为已经回顾以前的时候 你慢慢练到说 其实每一件事情过后 我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因为这事实上 就两件事情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所以我可以学到什么 你觉得我可以学到什么 从这角度想 这个我以前也是被师父训练的 我以前也是师父有时候也会 故意误会我一下 后来 我说奇怪师父为什么误会我 这不是我做的 我跟你说 这是白人做的 另外一个四者做的 下次又跟我提一次 我说我做完诺的 后来师父他跟我说 你不要从对错的角度 你要从你学习的角度 学习角度 所以这也是 慢慢慢慢在圣团里面 就是学习训练 真的从学习的角度 你会看到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那么最后一个从佛菩萨 从或者是你信仰的 上帝的这个角度 两个礼拜前 我们有一个宗教互生的活动 都在我前面 就是一个他们天主教的一个 他们叫什么 促进会的一个主席 我们就可以聊 其实我们不要聊造物主就可以 什么都可以聊 那么就是在 我们叫义中求同 同中存义 他说我们其实呢 可以共同性 从爱出发 这个爱 这个天主教 佛教都讲 是吧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出发 活动是可以合办的 他跟我说 他们现在前几天 他们有十几个机构 收容很多 这些残障的人 那么我觉得很了不起 他讲一句话 我没有完全背起来 那意思就是说呢 照顾那些小兄弟啊 就是对他的天主 不知道什么 一种孝顺之类的吧 就是他们认为 这些人都是上帝造的嘛 对不对 所以都是我们兄弟姐妹 你知道吧 你看哦 因为这样的概念 让他心胸扩大 那多好 是不是 所以当你讨厌的人 你觉得说 佛扑萨怎么看他的 这个在广议师说讲 佛扑萨怎么看 佛扑萨把他视他为独一爱子呢 好 如果佛扑萨 把他视为独一爱子 为什么我把他看他这么讨厌呢 既然我要学佛 那为什么不从佛的角度看他呢 是不是 你可以从前面转变过来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只是无知而已 渐渐的呢 你去更进一步看到他 清净光明的本性啊 所以呢 能从佛扑萨角度看他的时候呢 哎 心就更转变过来了 那那个真言上人说 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个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从佛扑萨角度 你知道所有众生啊 都是我如母有情 都是应该救度的 所以呢 你尝试的从佛扑萨 从事实上角度看事情的时候 就脱离了你自己那种狭隘的眼光 就叫观点的升华 第四个叫心存这个感恩 在加州大学啊 他们有专门研究这个感恩 他发觉啊 一个会感恩的人呢 他的那个身体比较健康 幸福感也比较高 所以这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认真的去想 因为念恩的内容 大概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就是显而易见的恩德 那么第二种就是呢 观察可见的恩德 第三种呢 是逆境方见的恩德 那么显而易见就容易啊 比如说今天人家给你东西吃啊 给你钱啊 我想这个都是显而易见 父母养我们的显而易见的 那一种是观察可见 你必须再进一步的观察 不然就忽略掉了 举例好了 诸位 你看这个房子 是不是你盖的 不是 但是你今天你在用 对不对 这桌子是你做的吗 不是 好 你穿的衣服 是你自己种棉花 采收 采剪来穿的吗 不是 对不对 你今天中午吃的东西 是你自己种 自己耕耘 采收 烹饪 再来吃的吗 也不是 好 所以你认真想一想啊 你说实在的 你食衣住行娱乐啊 哪一点不是来自于第三者 没有第三者 你能活到现在吗 你说我赚钱买的 人家不做 你有钱能用吗 所以呢 认真去想的时候呢 你能够活着 活着快乐 都来自于别人的恩德 只是说 我们没有去观察而已 乐意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们师兄的一个公案 我们早上都要喝 温开水嘛 因为这个 晚餐没吃嘛 早上三点都要起床 等一下四点二十 做早课 八豆腰 要唱一个小时 也很辛苦 所以早上我们都有 喝温开水的习惯 后来最近几年 我才看到 那个医学研究说 早上喝温开水 就身体好 我们不是为身体好 是因为八豆腰的缘故 后来发觉这个方法很好 早上我们都喝温开水 有饱足感 就在做早课 那以前在我们寺院里面 就是用烧彩的 烧彩之后放在保温筒 就放在一个位置 放在几个位置 那早上起来就会去 拿杯子去 他在做导课去 哇 没水 没水他就觉得很生气 因为等一下要做导课了 怎么谁昨天不负责任等等 就开始就抱怨要出来 因为他平常对自我的觉察 情绪上他有训练过 因为我现在怎么在观过了 不对不对 好 他就想 今天没水喝 昨天呢 有 前天呢 有 大前天呢 也有 那我三百六四天都有啊 那怎么来的 有人烧 有人装 有人抬 是吧 我只是拿杯子来装水而已 知道吧 当他这样想 从一开始不高兴的心情 就开始变成念恩的心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真正去看的话 你能够活到现在啊 如果不是第三者 甚至有些是远在印度的人 你可能都不认识人 才有今天你能够吃啊穿啊用等等的 所以呢 能够自己啊 说实在的 每天呢 记录啊 这个对别人的这个感恩呢 你会过得幸福快乐 那是感恩的部分 好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呢 在这个感恩的基础之下呢 我们要培养慈悲心 首先呢 一样坐着 我呢 实际上想要离古德勒 那我周围的人也有离古德勒这个权力 差别在哪里啊 我是单数的 那么他们是什么 多数的是吧 无量无边的是吧 好 所以呢 接下来你再往自己问 这些都是你必须坐下来自己思考的 那么我应该利用每个人的生命 去追求我个人的快乐 还是我应该用我个人去帮助 其他人得到快乐呢 好 你自己去问自己 应该哪个才对呢 好 那么之后呢 你想象一个是你冷静的自己在中间 右边就是一个 一个骄傲与自我为中心的你 当然这是贴我图片 你们不能贴我的 你们要贴你们自己的 好 你们自己的 在你右边 好 那么你左边呢 就是那些悲苦的友情 跟你可能没有关系 但在痛苦当中的友情 好 那么就在 那你要保持冷静跟理性 你中间 右边就是那个骄傲的你 左边是一群受苦无量无边的友情 好 那你要说哪一边重要 如果你够冷静 够理性的话 我想答案应该很明显 对不对 他们是比较重要 这是基本的尝试 是不是 如果说你比较重要 那是很愚痴的行为 所以当你把两边拿来秤重秤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他们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是担任各数 他们是无量无边的 好 那接下来能想到说 那为了少数人利益 牺牺牲了大部分利益的话 这是很愚蠢的 我个人利益可以牺牲这么多人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下个决心说 应该把利器 关注在更多人身上 而不是呢 是我骄傲支持的个我 自己 所以当你这样去分析 就是这个每个步骤 你都做到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很清楚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这样子 那么对于一个优移症 还有一个就是 他想到别人对他的关怀 所以我们对一个有优移症的人 跟支持 关怀 倾听 非常非常重要 好 当我们呢 就是为别人呢 付出 做善行的时候 我们大脑这个 酬长中枢 活络程度 会比获得一样 甚至超过 超过 所以呢 我们养成这个日行一散的好习惯 甚至这个叫什么 什么免疫蛋白质A 蛋白质A是吧 书医师 好像也会增加 诸位 趁你现在还健康的时候 即使你生病的话呢 你能够跨出一步 去帮别人的话呢 即使渐渐渐渐的 别人在你身上呢 越来越重要 或者是说呢 你也看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渐渐渐渐 你就不会生病了 所以很重要 第二个部分呢 刚刚是从一般的角度 在 格西伯多亚一句话呢 他说福报大小是差别 不在财物是多少 其实差别在于自信 颠倒是生与不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福报大跟福报小呢 不是说 这个人有钱 这个没钱 各位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 他身上用了一百万 但他觉得说 我怎么只有一百万 人家隔壁有一千万 两千万 跟一个人拥有十万 他觉得很满足 我有十万 很多人都是 穷途潦倒 是吧 好 请问这个拥有一百万 跟拥有十万的人 谁福报比较大 十万的 所以不在大小 因为这个拥有十万的 这个人他知足 他感恩 可是这个拥有一百万的人 他只会抱怨 所以福报大小差别 在你这边颠倒是 这种负面的 错误的心事 容易生起来的时候 那会表示福报小 知道吧 福报小 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能够生起正向的 这种心呢 就是福报大的意思 那透有做善行呢 我们渐渐渐渐的呢 我们福报就会累积 福报累积的时候呢 你看事情的角度啊 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 就不会 鸡得胖得胖 是吧 好 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讲 好 总之呢 你会福报大的时候 看似就会变得很正向 所以行善有这个好处 虽然这个西有西讲法 但是福报这个讲法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知道拒福之人满重愿 如果你有福报的话 你可以满你的很多的愿望 所以呢 这个 这些让两件事不能等 就要行善跟行孝不能等 所以呢 应该认真的去行善 去行孝 再来呢 定期总结 这个很重要 我们如果没有总结的话 我们不知道说 到底哪些人在我生命当中 付出了多少 我学习了多少 成长了多少 总结就像加油一样 你不能一直冲 一直冲 你要总结一下 我今天有这个进步 这个进步 你如果不总结的话 有时候呢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的烦恼 你会发觉 这么久都没有对此烦恼 像今天我去香港 一个同学来载我去 他问我说 法师 我怎么学这么久了 烦恼都没办法调伏 不像你而已 很多人也烦恼没有调伏 调伏都已经都卸脱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不要从烦恼调伏角度 要从我们现在 有没有离 这个烦恼越来越少的 这个角度来看 你知道吧 你要总结来知道说 我有进步了多少 你看到自己进步的时候 就给自己加油打气 不然总是打击啊 你看我怎么现在 还会发脾气 现在还会发脾气 好 这个标准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你要定期总结 我现在已经进步了 以前我发脾气之后 我都不察觉我发脾气 还一直怪别人 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我比以前进步 我已经知道我错了 以前觉察脾气 要两个小时才知道 现在可能一个小时 58分就可以觉察到了 你进步了两分钟 要从这边去看 自己的一个进步 那这样就会有随喜 那么自己就会有信心 要能够加油打气 这定期的总结很重要 好 以上是养成 极其乐观的思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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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